哈喽大家好,我是广师小凤 出去啊,闯荡了十天,漂泊了十天 在大城市啊,做了十天的城市人 今天啊,终于回到我这个青州大山养殖场这里了 嘉南这里了 说真的,这次出去 没有把这个小勇带回来 然后心情很不好,真的真的很不好 但没办法,我已经尽力了,也付出了 最终他没有选择我,也没有跟我回来 然后呢,也不出来见我 我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流遗憾 但如果这一次我不出去的话 我会后悔一辈子,内疚一辈子 自然我出去了,他没有跟我回来 然后呢,也不出来见我 最少我心里面的这个节啊,已经打开了 真的是,心里面很不适之位啊 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回来 想想都伤心,想想都难过 接下来呢,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知道怎么办,真的 一个人没有方向感,要很迷茫 因为出去的时候我信心满满 回来的时候,心情低落得很 现在回到这个大山里面呢 也没有心情创业养猪养鸭了 但我知道我必须得要打起精神来 不然的话,这个小勇这样的话会更再看不起我 所以说我一定做回一年前的小缝 然后一年前的自己,一年前的我 所以说啊,无论如何我都要就是 打起精神来,然后好好就是创业 然后好好生活吧 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真的 我不可能就是为了他,然后不吃不喝 因为自从的跟我分开到现在 我已经瘦了六七斤了 我这个人只要心情不好,然后 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失眠,然后睡不着 在大山就是饮食这块也会吃不上 一吃我就想吐,一吃我就想吐 特别是这几天在大城市,因为那边都是吃的快餐的外卖啊 还有其他东西不合胃口 吃到就想吐,不吃又饿真的是好为难啊 之前这里呢,我是叫这个小安帮我 在这里手压手住的 但今天也没见到他,刚刚给他打电话 他也没回我,不知道是忙还是在开车 晚点再联系他吧,跟他说一声我回来了 先去看上我那些菜吧 这些菜已经有十天没有看了 也不知道长得如何了,先放这里吧 哇,我这些菜啊,十天我不见他们了,全部都开花了 我刚出去的时候都没开花,现在全部都开花了 然后好多的枯萎了,肯定是这个小安没有帮我浇水 但这个呢,也不能怪他,因为啊 他帮我守猪守押,看猪看押,我已经很感激 已经很感谢了,所以说这个菜啊 接下来呢,我就好好浇上水 然后让他们生长,就像我一样跟我一起就是生长 然后做最顽强的自己 所以说接下来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虽然说这三个月我会很难过,也会很不开心 但我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毕竟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还有很多等着我去做 比如说我的猪啊,鸭啊,还有就是接下来 我要跟我姐规划一下,还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弄 因为我要做一个有梦想的自己 我不能再吐废了 真的,我知道这次没有带回这个小勇 我心里面很伤心,也很难过 但没办法,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我意料呢,就是要么呢,我跟这个小勇就是成这样的结局 要么呢,就是两个人和好,然后回桂林结婚 或者回我青州创业 就两种可能我都有想过 但没有想到 以最坏的一面就是 哎呀,发生了,真的发生了 你们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真的好迷茫啊 就算我创业创的再成功,我背后没有一个支持我的男人 我也做不起来应该 接下来就要看我姐了,我把希望都寄托在我姐身上了 毕竟我姐懂得比我多,然后经历的事情也比我多 不管是感情,还是家庭矛盾,还是就是说 爱情,我姐经历的都比我多 所以说,真的有的东西听起我姐的,一切没错 这一次我就是没有听我姐的 就是出去找这个小勇,然后才导致现在一个人回来 悲伤也没用,难过也没用,真的尽力了 我没想到这个小勇这么绝情,这么无情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我反正已经付出了,我问心无愧,真的 我对这个小勇问心无愧 我也没有说做对不起他的事 但他一声不吭的就跟我走了 都说我跟他分手了,说清楚了 你们想一下,如果真正的说清楚了,真正的分手了 我会千里迢迢的去南岭找他 然后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吗 你想上一个女孩子去那里,需要多大的勇气 多大的力量,是不是 我内心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强大 虽然说我每天拍视频的时候展现一面 就是很无理取闹,然后很娇贵 很强大,但我内心真的很脆热的 只有这个小勇知道 只要他一说我,或者就是我家人说我 就是你之前打螺丝的时候老板说我 我内心都会在流眼泪 我每次都是跑到厕所 或者躲在被窝里面哭 哭完了,哭够了,我就出来了 我不想就是把自己最脆热的一面 然后展示给同事啊,然后扎人啊 还有你们看,哎呀不说了 一说他,我这个眼泪就要流了 接上来真的要好好生活 等下浇点水吧,然后打勺勺卫生 然后等下再给这个小安发个信息 就说我回来了